九龍城的聯發茶餐廳 一直被不少網民以為是茶技炒蛋界的天花板 而過去疫情三年似乎都無損聯發的人氣 究竟為何可以這麼受街坊歡迎呢? 我是聯發茶餐廳的負責人 我姓吳璧叫Candy 茶餐廳今年是第十個年頭 我本身自己沒有做開餐飲業 因為自己猛中中 不打不撞之下 撞過無數的吃飯 才能撐出茶餐廳 以前我認識的茶餐廳 我覺得一定要快靈正 匆匆忙忙 填飽過頭就算 但現在變化得這麼厲害的時代 茶餐廳的要求高了 食物質素要求也不同了 變相要因應時代的轉變 所以聯發的用料講究 例如公仔麵 都只用北海道小麥版的出前一丁 除了看很多烹飲節目 或者很多頻道 他都會說 只要你的食材好的話 就算煮食的師傅 功夫不夠一般 都可以做出好的味道 所以我堅持著 希望用食材方面 用中價以上的食材 希望做多品質 貴一點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保持到的質素 例如他們很受歡迎的 鹹牛肉蛋汁 就是用了貴價金錶版的 鹹牛肉罐頭 一般大陸都是用 罐頭鹹牛肉 但原來有分兩隻 一罐肉比較漂亮 會多一點油 罐面寫著金錶 那罐比較貴一點 但外面有很多坊間的茶檔 用便宜一點的 自己再倒些油 但沒有牛的香 我們都要試過 差一點點 整件事就不同了 就是這種差一點的堅持 才可以令聯發的出品穩定 就好像滑蛋蔥花叉燒飯的製作步驟 都是一步都不可以少 滑蛋蔥花叉燒飯 其實很多間都是做大同小儀 只不過我們的蛋漿 就是我們的主打 比較有濃味 我們就先爆香洋蔥 然後再加叉燒再加蔥 很多貪快 就是一次過就加了材料 跟炒蛋 就放進碗裡發發 出來後有些不同 但是我們的蛋漿 就是蛋黃比較多 蛋白比較多 用滑蛋 就變成蛋的呈現偏旺 還有蛋味比較重 本來知道 你的人質也多了 所以我們茶餐廳 大概40多個座位 在廚房工作 都要有4至5個人 才可以每人做一個崗位 才能做出餐快的效果 不單止對蛋的品質有追求 連麵包也都是原條拿貨 即用即切 所以炸出來的西多士 才可以挺身又鬆軟 我們的包 因為原條是工場交來的 每一天 我們需要多少才會切開包皮 來製作 變相保持包的彈性中間 不會在麵包工場設定好 都不知放了多久才送來 就變相 包一受熱就會比較下潭 因為每樣東西的工夫都多了 所以聯法的餐單 是行貴精不貴多的路線 主力就是賣簡單的茶餐 希望在最簡單的食物裏 做味道就比較好些 多些人接受 希望盡量做好幾款 雖然現在的客流穩定 出品亦都受到街坊的認同 但是剛剛開始的時候 Kenny是花了不少的心機 走訪講究新界的茶餐廳 去想適合九龍城街坊的口味 開初的時候 不打不撞 很多時候都看不清 和附近的居民 或者來客人 他們想要什麼味道 其實每一個區 部分的客人口味都不同 就算買同樣東西 很簡單 例如一杯普通的奶茶 如果你去油脂網區 深水埗區 他們的奶茶比較偏苦澀 比較濃的身 我也曾經試過 將這一款奶茶 擺藥在這裡出售 但是很多太太們 先生們 尤其是做寫舊 他們就覺得比較濃 比較邪厚 他們想要奶味偏重 我們就很後期 才摸索得到 不能夠同一款味道 還有一個出品 就是全部區分類的食物 區區都有夜餐餐廳 看看那區的客人想要什麼 就會做味道 我們附近很多家長 送回學前會來吃早餐 接完小朋友中午放學 都會和小朋友吃早餐 就算你眼見後面 也有個學生和家長 他們也不想吃太濃味的食物 但他們喜歡吃濕濕的食物 盡量偏向這方面 而他的努力總算猛百費 獲得了一班街坊的認同 就是他最滿足的事 還有一班客人 從開業支持到現在 包括在附近經常出活的 荷里活明星 他真的從我開業第二年 支持到現在 而問到他覺得自己有什麼優勢 可以令到一班街坊支持他這麼久 他就很謙虛地說 我就不敢說什麼優勢 只不過就是 聽他們的意見 大部份都覺得我們乾淨其離 無論是我們的廳面 樓面的同事 甚至洗手間 都比較乾淨其離 他們就會 這幾個因素 就會經常來 有這麼多客人支持 食物又好吃 不知道他有沒有想過 開多幾間分店呢 開分店支持也有想過的 但是如果你要保持食物的質素 你開兩間都還可以 一去得多 你一定要中央處理那些食物 才能保持到質素 變相有一些 大型連鎖的茶餐廳出現 我最近都有去過 一些大型連鎖的茶餐廳 原來已經發展到 喝一杯檸檬茶是沒有檸檬的了 因為他寫明 本店檸檬茶不提供檸檬 那杯檸檬茶的 那茶裡面的檸檬味 是什麼呢 但是是一個問號 所以我們都堅持用 美的新奇士味覺檸檬 一杯裡面最少有4至6片 讓客人自己調較酸度 這就是我們的堅持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